在经济学里 奥地利学派的十大信念 众所周知 经济学是现代人的刚需 一个不具备经济学思维的人 很难被称为现代人 然而少有人知晓的是 二十世纪至今的主流经济学 有可能都是错的 例如最著名的萨摩尔森 在1960到1980年的教科书中 他七次预言苏联经济将超过美国 结果被现实狠狠打脸之后 默默删除了自己的预言 在主流经济学之外 还有一条默默无闻的非主流经济学 却准确预言世界经济大势 也是市场经济秩序最大捍卫者 他们就是以米塞斯 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奥派有一套独有的方法论 价值观和理念体系 他们所坚守的十大信念 不仅是经济学智慧 更是改造现代人世界观的力气 一 经济研究必定是从需求 动机 行为这些基本要素出发 而这些要素只能与个人相联系 所以 奥地利经济学派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 二 价值主观主义 经济研究 归根到底是对人需求的研究 每个人的需求都是随时间 情景的变化而复杂多变 所以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价值是主观的 反对将个人效用进行比较 加总的宏观经济学 因为宏观经济学中个人只是集体的一部分 只会根据已有的规则做出决策 三 市场是个交易过程 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 构成了市场 从而形成了价格 因此 奥派把市场作为研究的核心 而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扩展到很多其他领域 奥地利学派认为那也不是经济学研究范畴 四 时间很重要 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 都需要时间 都会影响到市场中的每个人的心态和决策 所以 奥地利学派主张以长期的眼光看待经济 反对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 因为他们抽离了时间 以静态 切片的眼光来看待市场 五 不确定性和试错 时间最大特征是变化 所以引发了不确定性 不同的人 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会做出不同决策 个人在未来也会尝试修正过去的错误决策 而有一些选择可以很快被修正 另一些则可能永远无法被修正 所以 奥派特别看重不确定性和失措 六 社会的自组织性 奥地利学派认为 绝大多数制度都是在个人互动 组织和演化中最终形成的 所以 凭空想设计的乌托邦有害无益 例如私有产权这种制度安排 是顺应人类自私的天性产生的 随意破坏必然带来灾难 七 编辑效用理论 个人在决策时 是在编辑效用上考虑的 比如第一个馒头肯定比最后一个馒头之前 钻石比水贵 是因为水容易获得 钻石不容易获得 奥派只支持编辑效用分析 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 效用最大化理论 八 人是有目的的行动者 人是理性的动物 做事情是有目的的 所以奥派认为 任何现象都可以找到根源 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 就是一种歪曲人类本能需求的理论 似乎人类行为的根源 就是为了追求均衡 经济达到了均衡后 就会稳定不变 这是奥派不能接受的 九 公权力不可靠 公权力虽然是个集体 但也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 然而 是人就会有自己的私欲 就会扭曲集体的目标 所以 从来没有大公无私 舍己为人的掌权者 唯一可靠的是保障私有产权 和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则 十 自由市场经济更好 自由市场鼓励竞争 形成价格 鼓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愿望 追求自己的目标 因此 在奥派看来 市场是最符合人性的秩序 原则 也会带来最不坏的结果 奥地利学派博大精深 其洞见远不止以上十个 然而迄今为止 很多人仍然将奥派的主张 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更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反对奥派的学者 都没有读懂奥派 此外 由于政治 文化 语言等因素的隔阂 大众甚至根本不知道 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是哪一种经济学